中共病毒疫情推遲了一年的2020日本東京奧運 從7月23日開幕至8月8日結束 為期17天 美國隊以39斤、41銀、33銅 在金銀銅牌和獎牌總數上都位居首位 中國隊38斤、32銀、18銅位居第二 東道主日本隊位居第三 原本在最後一天賽事前 中國隊以38斤佔據金牌榜首 美國代表隊以36斤位列第二 但在比賽的最後一天 美國隊意外反超中國 不僅美國女籃輕鬆衛冕冠軍 美國女排也完勝巴西拿下金牌 而出人意料的是 美國26歲選手詹尼弗·瓦倫特脫穎而出 拿下了女子自行車全能賽冠軍 使得美國金牌數量達到39枚 而當天 中國隊最有可能獲得金牌的女子拳擊 75公斤級決賽 李倩輸給了英國選手普萊斯 使得中國隊本季奧運會的金牌總數定格在了38枚 周日晚 日本新宿國立競技場舉行盛大的閉幕式 這次東京奧運會閉幕頒獎典禮的主題為 《我們共享的世界》 閉幕式上美麗的燈光秀點亮了東京的夜晚 本季奧運主辦城市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將奧運會旗交給主辦2024年奧運會的 巴黎市長伊達哥 在世界的另一邊 法國巴黎海菲爾鐵塔前 數千人聚集在一起揮舞國旗 為接棒2024奧運展開慶祝 法國總統馬克龍也現身 與民眾歡呼 並送讀2024年奧運口號 團結一心 更高 更快 更強 噴氣式飛機在巴黎上空表演 釋放出象徵法國國旗的藍白紅色的煙霧 另外 隨著東京奧運會的落幕 即將在6個月後開幕的北京冬奧會更加被聚焦 由於中共的人權惡行 包括對新疆維族人實施的種族滅絕 國際社會抵制中共舉辦奧運的呼聲 越來越高漲 越來越明確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上鏡綜合報導